嗨,大家好,我是大池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好吃的炸鸡排 这样做出来的鸡排,外皮酥酥脆脆 鸡肉鲜嫩不柴,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块鸡胸肉 可以看到鸡胸肉肉质比较厚实 这样不容易入味 我们先将鸡胸肉从中间片开 片开之后,可以看到鸡胸肉的肉质非常的鲜嫩 接着我们用刀背,轻轻地在鸡胸肉的一面敲打 这样可以让鸡胸肉更加的入味好吃 敲成像饰品中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一片片地将它们放入大碗中 接着切点生姜 先将生姜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一点的细丝 切好之后,我们将姜丝放在鸡胸肉里面 挤根小葱,切成葱段 切好之后也放在鸡胸肉里面 接下来我们将切好的葱段和姜丝挤出汁水 用新鲜的葱段和姜丝汁水腌制出来的鸡胸肉更加的鲜嫩 接着倒入一小勺的料酒更好的去腥 加入一勺生抽提味 再加入一勺蚝油增鲜 食盐也加入一小勺 白糖也加入一点点 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增香 最后我们下手将鸡胸肉和调味料抓拌均匀 使每块鸡胸肉的八面都能包裹着一层调味料 抓拌均匀后我们给鸡胸肉盖上一个盖子 让它腌制最少半个小时 好了,这时候我们拿一个大碟子 往里面加入两大勺的面粉备用 接着再拿一个勺子 加入两勺面粉 然后是加入两勺清水 注意这里面粉和水的量是一比一的 用筷子将面粉和水搅拌成细腻的面糊 一直搅拌到没有面疙瘩 像视频中这样子 往面糊中加入一个鸡蛋 用筷子将鸡蛋搅拌到面糊中 形成细腻均匀的面粉鸡蛋液 再拿一个碟子 倒入多一点的面包糠 撇掉鸡胸肉表面的葱姜 把腌制好的鸡胸肉 先放入面粉中 让鸡胸肉的两面都薄薄的 沾上一层面粉 然后放入面粉鸡蛋液中 让鸡胸肉的表面 再均匀地裹上一层面粉鸡蛋液 最后放入面包糠中 让鸡胸肉再裹上一层面包糠 把裹好面包糠的鸡胸肉 先放入碗中备用 最后锅中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把筷子放进去 起密集的小泡泡的时候 就可以把鸡胸肉放入锅中了 刚开始的20秒不要去动鸡胸肉 先让鸡胸肉炸至定型 就可以用筷子给它勤翻面 一直用筷子翻面 全程中小火炸10分钟左右 炸成像饰品中这样两面金黄 就可以控油捞出来了 控油放在案板上 将鸡胸肉切成小长条 最后放入碟子中 再撒上我爱吃的烧烤料 或者番茄酱就可以开吃了 哇真的太香了 给家人做上这样一道炸鸡排 孩子再也不会吵着要去 肯德基麦当劳啦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美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视频见